7月5号 加拿大卡尔加里一年一度的牛仔街大游行在市中心盛达登场 拉开了为期10天的牛仔街庆典的序幕 我们带您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音乐 笑声和欢快的Yahoo 回响在卡尔加里市中心 数十万人观看了第112届卡尔加里牛仔街游行 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个文化团体 21辆花车 11个游行乐队和700只马匹 以及各界名流齐聚一堂 体验这一场穿越传统 历史和西部文化的旅程 Yahoo Stampied is an awesome part of the city of Calgary We're super proud of it so it's great My family has traveled all the way here from Stockholm and Sweden to be here So it's pretty awesome Oh I love it so much It's always so fun It can be all sorts of things But it's like spending time with my family and friends the most 我是第一次参加 人们身着传统的牛仔服饰 欢呼雀跃 庆祝不同族裔 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 We're so diverse but we are so united 这边更热情 热情洋溢 我喜欢刚刚过去的非洲 他们宰歌宰舞 我第一个是看到台湾的一个私立女子高中 然后特别亲切 然后又看到了那个黄色的船 全都是华人 特别棒 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 服务人心的妖谷队 亮丽壮观的花车 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 格外引人注目 威武雄壮的骏马 整齐壮观的乐队 各具特色的花车 数百只队伍 在吉祥物哈利玛的引领下 在卡尔加里市中心 继续一力前行 人们也期待 这一历史与文化继续传承 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是花了很多功夫 就是把这种氛围传承下来 我觉得挺好的 这种精神值得发扬 新台人电视台 加拿大温哥华记者站 卡尔加里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